最后一组,三位力真一个出线名额 我叫做金鸣姨Mandy 今年十二岁,我煮的菜式是三文鱼鲤炒饭 因为我从小到大都很喜欢吃三文鱼 你见到这个芯芯做得很漂亮 很香这个三文鱼的味道 这个是三文鱼鱼的味道 但如果冰了,确实会腥了 所以要小心,不是每个人都买 我都觉得很韧 很少吃炒饭会有一种老了的肉的韧鱼 就变成要牙力更多 吃完了,这点可能很累 都要给自己改善的空间 努力点,就多练习吧 好吗? 多谢你 谢谢 我叫郑达君,英文是阿佛 今年九岁 我的食物是大虾配薯蓉 我煮这个因为觉得很有信心 真棒 很漂亮的表演 谢谢 这里有什么味道 再说一次 二一味菜叫什么名字 薯蓉蘑菇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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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里有层次 你看到的,下面有薯蓉 上面有一些蘑菇 蘑菇上面有一些蝦 就是用芝麻醬炒的 上面加少許葱 旁边有一些…不知什么 有些茄汁 然后再灑一些小鸡 味道拿捏得挺好 其实我也觉得是 薯蓉蘑菇芝麻醬 因为我没有吃虾 但是其他的全部都试完 而且竟然是加茄汁和薯片 你会觉得可不可以 我想问一件事 那些咸度和调味 是不是你自己加的 是呀 有些天分 你觉得其他人不懂 不不不 我觉得中咸 因为我直接一点 那些芝麻味多了 那现在就变了 突然那些蝦就 就是第二个味道 很满 我有信心可以喝 大家好,我是蝦蓉蘑菇 想不到我相信小厨唇 我今天做的 特色是焗芝士 烟肉粟米磨夫螺丝粉 配零摩茶 我煮这个 这个螺丝粉 是因为小时候 我已经很喜欢吃螺丝粉 那次自己试一试 加上自己最喜欢吃的 粟米和蘑菇 就去试试这个菜式 Kate 是 两位一起拍吧 是吗 两位是Kate 有前途 是吗 觉得Kate的煮食很厉害 可以了 可以了 你这个不是是Carmenara的变咒 是吗 是 这个是TV餐厅的A餐 早餐爹 未必的 我有时不舒服的时候 我也会吃 嚇死这个 这是什么 车灵 做什么 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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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些会比较咸和浓 所以就做柠檬绿茶 去中和饭 柠檬绿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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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参赛者会… 有东西喝 对 这种感觉很特别 但是否有七杯 还是有这么多人 不 我们有七口 阿徐姐 看看 我放一口 很有信心 对 我觉得她很聪明 她的感觉 因为她叫阿Kid 是吗 不同的 不同的 我感觉 在过程中很有趣 有种获名其妙的满足感 就会有种 感觉很神奇 阿Kid给Tommy 阿Kid给阿Kid 可以走一点 我觉得比较淡 为什么 我真的不明白 这一组每一个都是淡 每一个 是否我们的问题 现在可能她经常说 吃得健康一点 有时较软一点 又是较软一点 是 是 我一入口 只是一口一口 都像粟米 不离开粟米 我个人很喜欢吃粟米 是吗 不过就是略多了 今天这个 麦冰在这里 感觉也不错了 还是要继续努力 继续加油 练习多一点好吗 好 加油 18位参赛者 经过一轮的角逐之后 这么多位的厨艺 我们见识过了 当中有七位 可以成功晋级 等会成功晋级的朋友 可以得到我们评判 送出来的一件 属于自己 厨师袍 希望这件战衣 可以为你们日后的比赛 打打气 加油 增强你们的战斗力 未能晋级的各位小厨神 也不要气馁 因为你们对于厨艺 你们的热成 我们也看到的 当今次是一个很好的经历 很好地享受 给自己掌声 好, 紧张的时间来了 结果就在我和翠鱼姐姐手上 好, 有陈第一组出来 比较紧张 因为很想赢 第一组 三位的表现 都可以说是非常平均的 评判也用了很多时间 去讨论 三个到底哪一个可以晋级 三个都在你们的酱汁方面 都很有特色 而当中在你们的酱汁里面 评判觉得最有专业的水涨呢? 恭喜你 Jesse 我的心很激动 但我不想表现 因为我觉得 一些人会觉得我很浪费 好, 有请第二组 好了 第二组的分数很接近 实力很平均 但有一位参赛者 他的创意 他的厨艺 和他的诚意 是感动到我们每一位 他告诉我们 让我们知道 在哪里跌下 在哪里站起身 曾经被淘汰过 这次出线了 给一张声 Helman 我觉得我这次可以证明了 有进步 因为我上次 在一幅赛中落选了 但是在哪里跌下 在哪里跌下 在哪里爬起身 第三组 三位的菜式 可以说感觉很不同 而晋级这一位 他煮的菜式 所以我们当看了的时候 大家觉得很惊讶 为什么会有这么专业的水准 放在桌上 而吃的时候 他在味道 也觉得应该在街上买回来 恭喜你 Selena 叫了名字之后 就很兴奋 而且好像不敢相信 其实第四组 我真的想说 你们每位做的食物 无论是Venisa 你的荷包 Bloidens的鸡翅 Adan的炒鲜 我和春月姐姐都吃得很好吃 很棒 我觉得 今次我觉得是一个好日比士 告诉你们 要继续努力 继续加油 我希望在下一集 可以继续吃到 你在夏威夷 带来的 很好吃的菜 好吗 给掌声Venisa 谢谢 我听到自己的名字 当时很开心 很想跳一跳 一组都是比较静一点的 是 不止静一点 淡一点 三位煮的食物 味道都很健康很淡 有一对子弟 和一个很英俊的Ijan 出现的是Erica 恭喜你 恭喜你 恭喜你姐姐 谢谢 我不紧张 因为我预算了 我会赢 我的心情很兴奋 为什么呢 因为都预算了 再一组 请你们走到你前面 你们的创意 告诉我们 原来烹饪 真的有无穷无尽的可能性 但出线的 只有一位 因为有朋友 在公布结果之前 他比较多的东西 让我看 是吗 原来他会玩魔术 希望下一集 你也可以一路继续吃 一路继续吃 一路继续吃 给我们看 给掌声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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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觉得很震惊 对 恭喜 恭喜六位小厨臣 其實還有一位 就是這十二位被淘汰中最高分的一位 到底會是誰呢? 最後一位能夠出線的朋友 他煮的菜 口味挺重 他的身形也挺重 恭喜泰式炒軒Adan 泰式炒軒Adan 我們幫忙程師傅 加油 以為自己沒得出事 有個C 叫了別人的名字的時候 就會很傷心 現在入座位 我會比之前更加努力 去完成這個比賽 謝謝 我想說在十一位被淘汰的參賽者 每一位你們的成績 你們的傳遞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希望這個結果 不會影響到你們對炮陽的熱誠 千萬不要氣餒 繼續努力 繼續加油練習多點 這是一個小小的比試 希望你們接下來 可以繼續煮多點好的菜式 給你身邊的朋友 你家人吃好不好 現場朋友給他們掌聲 謝謝 謝謝 經過一輪激烈的比試 七位候選小廚神已經誕生 有擅長西餐的Jesse 再接再厲的Herman 笑容甜美的Selena 用料巧夠的Vanessa 贏了弟弟的Erica 開朗活配的Kid 還有夠了重口味的Aidan 究竟誰可以成為真正小廚神呢 下一集 七位小廚神強震出擊 挑戰亞洲風味美食 有人不惜公本 多少錢 九百 九百多元 九百多元 日本王 日本王 有人出手太重 超級香 真的 辣的 這個感覺很辣 怎麼會辣的 厲害 這個好吃 令到人家很想繼續吃 我能吃到一代一代的那種味道 感谢观看